记者张存归台东报道 总统蔡英文今天到台东参访 对于年金改革完成 她诚恳地说 确实不是可以大肆庆祝的事 在改革过程中有人做了牺牲 但是为了台湾下一个时代 对下一代负责 蔡英文说 年金改革过程中考量相当复杂 对很多退休军工交人员来说 给付要被调整 她也觉得很抱歉 但她强调 这是社会改革的工程 没有所谓赢家或输家 整体要做的事就是对下一代负责 此外 因为年金改革流窜许多假新闻 假消息 蔡英文表示 政府花力气去澄清 有点疲于笨命 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醒民众 有很多假新闻 或内容不进去 请民众心中有所保留及判断 多听听其他资讯来源 在民主社会讲究多元 言论自由 也希望流通的资讯都是正确的 被3 剪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